嘿,大家好,我又回到了LA,回到了我的航空室 昨天,具体我不说了,今天是早上9点钟 我今天就插播一下我回来的情况 这个片子马上今天会发出来 我之前在芝加哥的那个片子还没有全部剪完 只是剪到了拍摄的第二天 然后还有个拍摄第三天 然后接着后面待了一两天在那边 然后回来的路上陆陆续续吧 那因为那个更新的有点缓慢 所以的话我就趁这个时候 我已经回来把芝加哥拍摄的一些情况和印象跟大家聊一下 然后就先着急的插播一下吧 等于说 好,第一个就是芝加哥的总体印象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我这是第二次去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冬天 然后跟电影没有关系 那时候感觉还不错 不要冷 但是这次感觉更好 夏天不是很热 然后非常干净 就我所到之处都非常干净 人也没有那么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拍视频 专门拍那个街道 就是各个角落都去拍 就发现真的没有太多垃圾 真的很干净哦 洛杉矶现在干净的地方 好像就剩下不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比洛杉矶好那么多 OK,详细的话你看我们陆续出的视频印象非常好 电影方面的话 Filmmaking这一块的话 我只接触了他们一个组嘛 然后他这个学校的话是专业电影学院 那之前我没有了解过 还是挺专业的 但就相对来说 可能整个氛围可能没有LA那么浓 或者说是那么多人 可能专业度上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但也未必啊 这个我只是非常片面 非常狭窄的一个看法 还有就是我所接触到这些电影人 中国的留学生啊 这些的情况 那他们的情况基本上就是 还打算留在美国的话 有两种方向 一个是来LA或者是纽约 那来LA的可能会多一点 还有一些就是留在芝加哥 留在芝加哥的话 我们组里面有两三个聊过的 总体原因就是啊 那边还很熟悉 然后生活成本也比较低 然后环境可能也比较好 然后也有活干啊 又有事情干 所以的话他就觉得 呃待在这个就是比较喜欢的地方更好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要回国的 那占到一半 或甚至更多的一部分人的选择 还有就是芝加哥的唐人街 我也是第二次去 那这次发现夏天不知道 就是特别干净 上次的话是有雪啊 路边有一些积雪 然后人行啊 车辆过了之后 那个雪就很黑 然后感觉有点萧条的感觉 那时候 但这次的话感觉特别好 也有一定的人气 然后也不脏 也很干净 印象非常好 真的 我还很想 呃以后再有机会带家人再去看我的陆续更新的视频 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演员 他出了一些就是COVID的问题 然后耽误了拍摄 然后等于说我们只拍了三天 然后三天是没有拍的 就等于要放到这个月底 7月的29号左右 再我还要再回去 所以我还有一次机会再过去 虽然这样其实折腾也蛮辛苦 然后会耽误多好多天的时间 呃 但是没有办法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就特别想给大家一个建议 啊 不管你是学生族还是独立族啊 可能你会觉得啊 我一切都稳妥 一切都没有问题 啊 我不用去做这种啊 B计划这个backup的一些东西 像这一次的话 producer和导演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结果就出现 那就损失很多啊 我觉得起码损失好几千美金啊 损失更多啊 包括有可能呃 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出现 那也就是说你要不管是casting 还是location 还是组员 各方面你都要做好最坏的 打算就是有可能演员出问题啊 那你可能casting的时候就要傻大网 去看很多演员 然后包括你你选定了一个 但你可能会还有一两个是 其实都是完全可以替补的 或者说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你选了那个首选 那另外两个的话 你可能也要知道他接下来的一些 呃schedule啊 什么东西 这样他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你可以去呃 跟他们马上取得联系来替补啊 或者怎么样 呃 然后location也是一样 就是都想办法去弄松一点 你你放松了的话最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还是会呃呃会能够马上能解决的同时的话 你又会会省很多钱 这是casting和location 还有包括人员和schedule的安排啊 你的schedule是不是安排的太紧啊 太紧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太紧的话感觉你很紧凑 但是万一你拍摄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延期或者耽误的话 特定的几天就拍不完 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一切都要按照规矩去做 该申请permit的就应该要申请permit 该签的这个paper就要签 这样预防因为你这些东西的疏忽 呃产生一些意外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producer 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它会带来的一些灾难 还有就是大家聊一下学生片的时候 新的buildmaker的一些拍摄的选题 选题很重要 因为这个选题直接影响到你对这个故事 对这个人物 对这个整个剧本将来深入的程度 如果你选的是你很熟悉的 你很热爱的这个题材和人物的话 那你本来就比很多人要更强 你更了解这个事情 你更熟悉这个呃人物 或者就是你 他这个人物就是你 或者就是你身边的人 或者是就是你特别喜爱 你特别狂热的东西 那你哪怕不是你听亲身体验过的 但是你因为热爱他 所以你会去钻研 你所花的时间得到的效果会比别人多数好几倍 如果你选了 你为了一个炫酷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一个噱头 那你可能对这个事情和对这个人物 你根本不了解 或者也不太热爱 那你就很难深入进去 那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的故事肯定就很难打动别人 但如果反反过来 就是你找的题材 就是你最最最熟悉 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的家人 就是你的朋友 就是你喜爱你狂热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就是你可能就花了 你别人一半的功夫 你让别人观众就会感受 哇 他是讲这个东西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 原来他深入进去 这个人物 这个人会是这样的状况 这个 这个 他所做的工作是那么的有趣 那么的危险 那么的什么什么 这就是独特性 真的 这个非常重要 你以后成熟了 你毕业之后了 你去了这个工作以后 可能别人给你一些剧本 要你拍的话 可能就你是被动的 你要接下来 你需要通过很多资源来去 把这个你不了解的东西弥补上 但是你在作为学生阶段 和你开始创作的阶段的话 一定是要挑自己最喜欢的 有这个基础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炫一些东西 这样你就很稳了 非常稳了 最近不是有一个导演 编剧 很年轻的ABC 特别火 我问了好多个人 我说你知不知道 就在芝加哥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 他说知道 然后包括 不是学电影的朋友都知道他了 他就是Sean Wong 他是蛮年轻的一个孩子 然后他最近是怎么 首先他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外婆奶奶 入围了最佳纪录短片 那已经很高的荣誉 入围了 等于说奥斯卡那天 他们他带外婆奶奶 都去了那个打厅里面 然后现在他这个又有个新的片 叫做弟弟 在17号就要首映 然后接下来26号 27号又有好几场首映 是陈冲妈妈 然后有一个小男孩 然后再有一个姐姐的角色 认识的一个年轻演员 我是怎么认识他 我大概是一年多前 大概可能有可能两年前 他有一个片子在casting 然后我也去试镜 所以我就开始对他有了解 他当时就是参加了 一张dance剧本的一个竞赛 获了奖 从那开始 他就一步一步就 获了很多奖 入围 奥斯卡 每一部感觉他都 很扎稳打 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就出了两三个 挺受影响的片子 然后他整个团队也很厉害 就做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些 推广和宣传 也很棒 所以才会让很多 并不是电影人的朋友 也知道这个事情 他讲的故事 你看外婆奶奶 就是他最熟悉的人 另外一个片子叫弟弟 那也是他最熟悉的故事 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他 离他最近最深刻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那奶奶外婆的话就更假是了 可能很多电影人会觉得 这个好像挖掘不出什么东西来拍 可能你跟奶奶外婆的一些故事 只有你们才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你讲出来之后 才知道奶奶是这个样子 你外婆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就是你才有的独特的东西 和你最了解的东西 并且你会投入这种感情 情感在里面 那就不一样了 像这个奶奶外婆的话 你看他知道他们岁数也挺大的 然后在这边也不容 各种情况 你这种情感 再加上这些你很深刻的一些故事 观众是看得到的 是能感受得到的 今天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再回到洛杉矶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会忙这边的事情 然后29号再回去芝加哥 喜欢我的视频和支持我的朋友 麻烦你点赞订阅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到一个中年屌丝 新移民怎么生活 怎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谢谢你 拜拜